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的创意世界 今天在创意世界要做的是这一个灯笼 在我们中国年的系列里呢 我们已经有五龙 还有这一只小龙 还有红包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做的是灯笼 这一个是立体的灯笼 那如果你不想做立体的想做平面的呢 你可以在Elegant Fashion 360里面找到 去年我有做了一个平面的 长得跟这一个一模一样的 那如果你要跟我做一样颜色呢 我们会需要20条金色的 52条红色的 然后上下黑色的30条 那下面须须我们用黄色的10条 好 那彩虹圈准备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咯 今天我们要用编织器编 那编织器呢我们只要上面6帧 下面6帧 所以总共只需要12帧 那首先呢我们要编织一个球的部分 那第一层要用黑色的 所以我们拿一条黑色的 第一层转成8 然后下面排5次 往这边排 那记得呢这个红色箭头往右边指 这样子这个洞洞朝右 那我们在编的时候会比较容易 两边都一样 那下面排5次之后呢往上 然后上面也是一样排5次 然后上面也是一样排5次 好 那这个是第一层的部分 那只有第一层需要转成8 之后就直接排上去就好了 那中间这里呢两面 我们会变换颜色 中间图案的部分 我们今天要用金色的 然后灯笼本身用红色的 所以图案的部分呢金色的 在这一层的部分呢 在下面这里排一条金色的 上面这里也排一条金色的 这里是中间的部分 所以你这边它有两格 这边也有两格 上面一样对齐 那其他的部分用红色的就好了 那一样排上去就好 不用再转成8了 那重复这个动作 再排一次在左手边 那这样我们第二层就完成了 记得这里是金色金色 然后其他部分用红色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做编织的动作 那编织的动作要把下面一层 搬到里面 下面一层搬到里面 然后继续这样子做 做一圈回到圆点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金色的部分要排在这里 所以这边排一条金色的 然后挑一格再排一条金色的 上面对齐一样 所以这一层里面有四条金色的 其他部分用红色的把它铺满 记得中间这里也要排 好那排好之后呢 编织的动作跟刚刚都是一样的 把下面一层往里面搬 然后继续做 绕一圈回到圆点 好 好那下面一层呢 金色的部分 我们下面排三个 上面排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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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好了之后呢 一样 把下面一层翻到里面 绕一圈回到圆点 那接下来这一层呢 金色的 只要下面两个 上面两个 那其他的用红色的铺满 好 那好了之后一样 把下面一层翻进来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金色的 紫牌这两个就好了 上面一条 下面一条 其他的用红色的铺满 好 好了之后呢 一样做编织的动作 那接下来这一层呢 全部用红色的就可以了 好 那排好之后呢 做编织的动作 那排好之后呢 好 最后一层呢 全部用黑色的 好了之后呢 一样做编织的动作 好 那这样我们灯笼的部分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把它收起来 所以我们先拿一条 拿第二条把它穿过来 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然后 这样一拉它就会连在一起 好 那我们再做一遍 把它做长一点 要做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之后如果太长 我们可以把它再解下来 好 那接下来呢 用普通的编织棒 把这边收起来 然后用另外一支 如果你没有两支 收在同一支也没关系 好 那都收起来之后呢 我们拿这一条线 我们之前做好的 把它穿过来 好 那都收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绑起来 那绑的时候跟绑 我们一般绑东西打一个死结 然后再打一次 这样比较不会散掉 那多好了之后呢 这一头 我们可以把它藏起来 从这里下面 穿过来 把它藏在里面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藏到里面也可以 这一个部分大家可以自行应用 如果你有更好的方式 也不一定要跟我做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呢 虚虚的部分 你可以拿五六条都没关系 那今天我们用六条 然后再拿一条 先绕一次 变成两个小圈圈 然后两边都放在彩虹棒上面 再做一次 好 那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下面的虚虚的部分 把剩下的这一条线 把它穿过来 然后我们现在呢 从里面 把这一条线呢 拉到里面 这样子它就连在这里 这样这个虚虚的部分 应该就蛮安全的了 那我们现在翻过来 把这里 绑起来 它才不会掉了 那绑的方式一样 你可以自行 变化 我们可以先把它 从下面这里 穿过几针 这样子可以帮忙 绑得很紧 然后继续穿 或者是你也可以找一个定点 然后打一个死结 这样它就不会掉了 这样子它应该就蛮安全的了 好 然后这样子 就黏得蛮紧的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把上面这里关起来 那一样我们把边边的 这个看起来比较散的这一层 把它收集起来 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利用另外一支 把另外一半也收起来 好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做一条线 那一样用三条彩虹圈 好 那好了之后呢 把这两个散的部分先留在 这两个部分 鞭织棒上面 那我们现在开始把里面 用填充物把它填起来 那自己斟酌一下 看起来觉得够了就好了 然后一样把它拉紧 然后绑一个结 再绑一次 再绑一次 好 那好了之后呢 把这个藏起来 好 那剩下这一条呢 也是一样 我们先把它 往另外一边 拉过来 然后藏在里面 然后继续长 长到看不见为止 那如果这边太长呢 其实可以把它剪断 不一定要那么长 好 那做好之后呢 把它挤一挤 它就会远一点 这样它就蛮远的了 那上面呢 我们要有一个虚虚 所以可以挂在你要挂的地方 那虚虚呢 因为是过年 我们还是用金色的 比较有喜气的感觉 一样把它做成一条线 那看你自己想要的长度 两到三条都可以 那做了一条线之后呢 刚刚我们这里 有横跨的部分 这里有一条 用变质棒啊 从这一条穿过来 然后把它拉过来 那在这里一样 把一边 从另外一边穿过来 等于打一个结 这样它就会掉在上面 然后在中间的部分 那下面这里呢 再用金色的 在这个虚虚的部分绕一绕 这样子会比较好看一点 可以绕两到三次都没关系 然后再拿一条 然后再拿一条 那这样我们的灯笼就完成了喔 然后别忘了参加我的粉丝团 你可以在Facebook Instagram 或Twitter上面找到我 在此预祝大家新年快乐 谢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 拜拜